哈嘍大家 我們上次去完環宇貴賓室之後 很多朋友跟我們說 其實機場現在裡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東西喔 對 因為我們覺得環宇貴賓室裡面的廚房做的食物 真的是我們吃過機場最強的 但是太太就收到很多訊息 在管制區這邊開了很多新的餐廳了 現在早上五點半 我們已經點好了 過海關之後 五點開始就有東西吃 第一家林東方牛肉麵 而且太太點的是機場限定牛小排牛肉麵 但是因為我們今天打算要吃很多家 所以我們沒有點麵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牛肉 而且我們要 還有倉侯 嗯 還可以一路吃上飛機 早上吃牛肉麵的概念是 就是被台南的朋友趕的話 真的 它好濃喔 說這個是什麼醬 牛油 拉牛油 對 你幹嘛 我可能可以吃一點點 這跟台南牛肉湯不一樣的是 這是牛肉麵的湯底 我覺得它也不會很辛辣 它是香辣 我喜歡很多很多蔥 因為像台南的牛肉湯 它是肉質很好吃 湯本身也很鮮甜 牛肉麵的湯底就不一樣 是濃郁的 這肉很特別耶 因為我以為是應該很軟軟的 但是它其實是有點脆脆的 然後有點 就是真的很像吃上平常吃到牛小排一塊 然後是旁邊的部分 所以這個機場限定的牛小排 可以試試看喔 下一家 機場這邊聽說不只一家牛肉麵店 太強了 聽說非常多家 那你要吃完全部嗎 你試試看 如果還有開的話 哈哈哈哈 第二家 勞動牛肉麵 剛開門 太太你如果吃牛肉麵 喜歡吃番茄紅燒還是清燉 一定會先吃紅燒 吃完了他們的湯頭跟麵之後 我就會才去選擇其他的 它這個是三寶 哦 所以半筋半肉還有牛肚 沒錯 當姐姐聽到我們不要麵 他就說這樣好嗎 我幫你加點青菜好不好 很開心耶 很貼心 對啊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就是不會質地非常濃稠這樣 還是很飽和很香 跟林東方的路線不一樣 那光是牛肉也是有很多 就是不同層次耶 我這是牛筋嗎 對 好大一塊哦 牛筋怎麼樣 牛筋就短 然後都非常入味 林東方剛剛牛小排是 一點點Q的 然後沒有很多油 但是很香很好吃 這個就是你大塊的那種牛肉 對 一邊吃早餐 一邊上傳影片 台灣旅館的網路 真的是有點太慢 真的 就是有網路 只能稱說有網路 但是速度真的不行 今天讓我想起有一次 跟太太去逐地市場吃早餐的時候 一早就帶來去吃那個河牛串 這個還比那個適合 因為那個真的是油花油到 我覺得我會反胃那一種 但這個可以 因為然後還有湯 這個有熱湯啦 所以 不過因為像平常 我是不吃早餐的 太太就是吃山明治跟咖啡 今天挑戰一早就喝牛肉湯 也是 也是蠻刺激的 當一天的台南人 還有送一個套餐有飲料 嗯 跟林東方一樣 林東方送的是洛神 瓜茶 這個像是甜麥茶 來 就是如果你吃完牛肉湯 吃完牛肉麵 都是蠻解膩的 那小南門那邊啊 他也有點心的部分 跟豆花的部分 我最想吃豆花 點心的生意也超好的 還有那個蒸餃啊 燒賣啊 乾麵之類的 生意超好 6點55大家就在排隊了 剛剛還有一個外國人 在這邊等著 他發現春水湯開 他就立刻過去了 他就坐在這邊一直等 他就是為了喝春水湯 你可以想像 如果你今天是要出國念書或工作 然後在機場搭飛機之前 最後一次 然後看到春水湯 你一定會哭出來 我覺得 我一定會先喝一杯再走 記得當年 那時候跟太太還沒在一起 送他出國念書的時候 他上飛 那時候沒有春水湯 沒有 但是機場沒有 但是來機場送他的時候 哭得稀哩花啦的 大家喜歡吃大珍珠還是小珍珠 珍奶對我來說 我喜歡有口感一點的 大顆珍珠 那太太是 從小喝到大 所以我就是 他的什麼我都很喜歡 就等我們珍奶來囉 好 然後再前進C區 C3C7 然後春水湯也有ABCD 靠餐 然後也有牛肉麵的選擇 看這個明天 很復古吧 好可愛喔 他以前叫陽仙 回來了 你看他的吸管就是這個大小 就是他剛好可以喝 其實我覺得他也不是小珍珠耶 小珍珠更小 他是中珍珠 我從小到家記憶中的珍珠就長這樣 如果大家想要喝手沖咖啡的話 我就推薦新波咖啡 就在春水湯隔壁 超香的 我們現在來到了C3這一區 香噴噴 太誇張 這料超多了 這應該是我們第一次吃到的林聰明嗎 是 居然就在機場 對 我只有在Netflix上看過而已 哈哈 他料超多 有豆腐 有豆皮 白菜乳之類的 然後我們也要喝可樂雪碧 還是聰明洛梅飲 好多料啊 真的 天啊 我也很喜歡吃黑木耳 這怎麼吃得完 呵呵 先吃炸魚 我覺得他的那個 整個湯底非常濃郁 甚至機場還有那個什麼 麻辣鴨血耶 很適合 你想像把這些東西帶上飛機 會有什麼後果嗎 如果你的燈基本上是A跟D的話 你就要早點來 炸的部分 酥脆脆的 是增加口感的很好的方法 嗯 這一區也非常之誇張 我等一下帶大家去看一下 進來這一區的時候 你就可以聞到超香的麵包味 就是這一家 它是熱乳糕點 然後淋蔥淋砂鍋魚桶就在這 先生還在吃 魚排要記得 在它完全變軟之前 還有一點點脆脆硬硬的收拾 這樣兩種口感都它會有 嗯 那個滷白菜真的是太香了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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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媽祖新村 除了賣飲料以外 珍奶以外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車輪餅 他們還有 黑糖波霸奶油車輪餅 太后芋頭鮮奶 好好吃大餛飩 這裡也有蔬食 然後有一家BWI咖啡咖啡 最後就是這家 清蒸牛肉麵館 還有點電子點餐的服務 竟然也要買珍珠奶茶 太酷了 太誇張了 再一餐吧 你在這邊擺餐嗎 我要把這一攤牽走 我要吃烤肉麵有嗎 有 好 然後我自己要吃滷肉飯 來 來飲料 我就在你來了 這個是老王 不太小王 小王煮瓜 還有滷蛋 還有滷豆腐 還有滷蛋 我給各位介紹 我來烤肉麵 然後晚上我們也有 我們都有損失 我第一個想吃的是 它的清湯瓜仔肉 甜甜的湯 那個早餐會吃到那個花瓜 有沒有 不要再去多下飯 對啊 這樣一碗飯怎麼夠 你看我這怎麼辦 這我直接也不用配菜 這就可以了 對 你要多浇一碗飯 看看 哇 好清香 就是有薑絲有魚片 超好喝的 然後它裡面也有豆腐 對就是 什麼都有 我吃滷肉飯也吃黃肉 哇 你看 好肥 我覺得這個要拍一下 一口了啦 好 我覺得它還不錯 它還有 旁邊有小黃瓜 有薑絲 然後很多配菜 不用配飯 可是它的 秀肉分是有點 滷了有點久的那種感覺 非常入味 它的白飯呢 已經有點老了 我的比較不愧扯 因為我的是 我家醬汁的 我的白飯 甚至還吃得到 過巴的感覺 好吃 嗯 嗯 反而是 該捅的最後一碗 嗯 那好工色 這個到底是 瓜在軟還是肉在軟 都軟 香菇軟 肉軟 各位創作者的朋友們 我覺得這裡的打光很好 很像攝影棚 所以你可以坐在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加在上面 我現在把這個 肉軟 加開 它的肉軟 真的是 我覺得它的 滷的 肉跟蛋 應該都是有點時間的 所以 外面都是有點硬 包括肉也是 但是 攪在一起就是很好吃 它滿貼心的 就是這樣 殭屍 怕你覺得太膩 二行下這個美食區 真的是太讚了 事實上 離一行下也沒有太遠 而且選擇超多 就是有點選擇障礙 就 還想去這裡買個麵包 要你買個咖啡 要你買個飲料 再一個甜品 當然如果你是台灣人 常年住在台灣 你可能覺得 是沒有什麼稀奇的 你可以推薦你外國友人 在旅行的時候 中間的時候 來到這裡 你就覺得很幸福 畢竟這樣子 一個套餐 雖然很好吃 可是也是要330塊 一個套餐 也不便宜 到外面去 外面不一定還吃光 就是百貨公 就是這個水準 身邊所有朋友 都知道零中飲 可是你有 真正有多少人吃過零中飲 不一定啊 你在這個機場 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吃到沙鍋魚排 所以應該大家偶爾 有時間就來逢個場 讓他們繼續在這邊活下去 我覺得在等飛機的時候 是一個很幸福的地方 尤其我看到這個 這麼可愛的那個小湯味 差大價 我開始以為 又在這邊點菜 我來找老闆在哪裡 你喜歡吃滷肉飯 肉燥飯 還是控肉飯 像是滷肉飯 因為它會有普通的肉 就是有瘦肉分肥 然後肉燥飯就只有 就要參挑一點 所以它的清湯的甜味跟胡椒味比較重一點 太太說要吃完飯了 來 大家鑒賞一下 小湯爸爸媽媽說什麼 鳥阿咪 你的胖還是你的胖會是鳥阿咪 發現一個事情 好 經過的遊客 都跟我們一開始有一樣困擾 都以為這邊是點餐的地方 很想跟這兩位老闆點東西 因為上面有菜單 然後蚵仔湯 大米小龍包 而且它是我的體驗中喔 對 大家就會忍不住在看一下 後來才發現是座位區 可是你以為 這一期就這樣結束了嗎 沒有 沒有 我們還有兩餐 不對 我們還有一餐 一人一餐 對 分別是米其林一新 Poly 創新菜特色套餐 豆豉醬燉牛 夾 左配 洋芋 市價 1500元 就是我們從台灣到新加坡這一趟 長榮航空的豪金艙 它讓我們可以多選擇米其林一新的餐點 第二道 米其林入選 宇月樓套餐 手工頂級蛋黃獅子頭 左配 梨麥飯 價格一樣是1500元 所以你要一新的還是米其林入選 我都可以 但我想吃獅子頭 我覺得在飛機上吃獅子頭 也是很驚人的事情 配菜的那個蝦子跟鴨肉看起來都很好吃 發現長榮的配菜一直都滿精緻的 是 我的還有甜點西米鹿 我也很期待 不知道是因為我們特別點餐的關係 多了一瓶艾維洋的礦泉水 對 有一種儀式感的意義 我們兩個點的都是套餐 但是麵包竟然不一樣 不過是餐包 你的麵包好特別喔 講蘿蔔嗎 外面是蘿蔔 裡面是螃蟹 嗯 很清爽 很好吃 這真的好吃 這個是我從來沒在飛機上看過的 很厲害 夾龍 這個麵包 又有肉然後又有鰭的部分 很軟很軟 它都化掉了 化掉了 你這個還有前菜耶 但是那個蝦翅超肥 但我自己一個人吃會覺得內疚 所以你一人吃一半 超好吃超嫩 從天是XO醬嗎 對 很甜很鮮 你有吃過這麼胖的蝦子吧 沒有 而且很鮮甜 而且它只是配菜而已喔 巨蝦的尺寸 然後那個XO醬 好好吃喔 我感覺很好 對 這家是什麼 旅月樓 嗯 這個XO醬的尺寸是比較小顆一點的 我們有看過這麼大 然後已經 對 白菜在旁邊 對 它裡面有一個蛋黃 完整的蛋黃 超大的亮點 我覺得XO還是要配飯 但味道它實在是比較重的 但是還是很好吃 我要把它吃掉然後配飯 好 它的梨麥飯 梨麥飯 香香的 它青菜也很好吃耶 它是脆脆的那一種 就是 有時候你會在飲料吃到那種 軟爛一點的 但是它是脆脆的 你可以卡滋卡滋的那一種 它分量給的蠻多的 上面是茶 下面是布丁 布丁喔 都很好吃 所以啊這一路上我們從機場吃到的飛機上 哪一餐你覺得最好吃 今天的話一定是林聰明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林聰明 而且我真的覺得酥酥的魚排啊 還有所有的配料 白菜乳啊蝦米都超好吃的 那我們在飛機上第一次體驗這個 1500塊的特殊餐 米其林耶 對 還有愉悅囉 你覺得值得嗎 1500塊 一天一日子 這個特殊餐裡面 你覺得哪樣東西你最喜歡 牛家 而且我覺得肉池 真的是在飛機餐裡面 是一個很不容易的東西 我是真的覺得它跟平常的飛機餐 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不管是配菜啊甜點啊 然後它的餐點裡面的肉質啊 我真的覺得很好吃 但是1500塊畢竟有一點點貴 所以就是偶爾它如果換換菜單 搞不好還是可以試一下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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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拉拉拉拉拉拉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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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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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이어 burnt there ain't nothing too loud about there's no what in particular who's making you move ou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